你仲的光陪想的 啊 哇 哇 漂亮 漂亮 好A啊 好瘦啊 我觉得 爆灯了 我按了 我按了 好A啊 好瘦啊 我觉得 我按了 这个A 这个A 我十三号女嘉宾刘锡文 来自北京 今年29岁 是一名编剧 编剧 29岁完全看不出来 对 这次想在这里找到一位 真诚的 爱我的 有责任心的男朋友 谢谢大家 来 三号男生 暴灯的 女嘉宾你好 我是三号男嘉宾卢强 我来解释一下 我今天暴灯的原因 从你出现的那一刻起 我觉得给我的 最初的印象是 你很漂亮 很有气质 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 我想争取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给他表白 谢谢 谢谢 加油 叔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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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我懒得一下 算 ware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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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再想问一下女嘉宾 关于您事业的问题 您是一个编剧 您会喜欢创作哪个题材的作品呢 好像我在面试一家公司 开个玩笑 我的创作来讲 其实我更喜欢现代的 符合当下的更多一些 我希望我的职业 在今后我能够成长之后 给大家 给观众 给社会带来更好的作品 真的很棒 闪着光这个 孟非老师 我是一名创作者 所以我想 现在和现场的男嘉宾 做一个游戏 就是《故事接龙》 然后我起个头 下面请男嘉宾 来往后接这个故事 《故事接龙》 他是想要考验 大家的脑洞 是否跟他同一频道的 那你起个头 在腊月寒风的北京 我得了重感冒 然后满怀心事地 参加相亲大会 担任女嘉宾 好 就这样 你是要他们 按顺序来往下接呢 还是谁想起来说都OK 从6号到1号吧 我觉得这样好 要有压迫感 6号开始 6号 不要紧张 就是那个就是 你就是 我还接不下去 那没关系 可以先下一位 来 5号 我是以你的口吻说的 我得了重感冒 是因为我刚刚跟我的前男友分手 我为了疗伤才来参加这个节目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发现 哎 导播竟然是我的前男友 好专门的剧情 我在此刻看到前任 我特别想给他打成 但是我突然间 又擦肩而过一个男嘉宾 竟然是我曾经小说里面 写到最喜欢的一个男主角 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真的是自己的天菜 哇 棒棒打 我决定留下来 我要争取我的爱情 但是突然我又转念一想 在我得重感冒之后 我去了趟医院 碰到了张医生 哎 张医生好像还不错 你才怎么好高啊 我猜到了你的职业 这时你把头一偏 发现了千和酱油房里 有一个一号男嘉宾 他真的好有趣啊 好可爱 既然是做游戏 金沙参加了 我觉得我也应该参加一下 对吧 反正都是玩嘛 好啊 好啊 想到万幸 前两天见到的那个张医生 还可以 至少他给我开了999感冒0 暖暖的很贴心 又水平可以 暖暖的很贴心啊 特别好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编剧了 来 我们先看片子 我是刘锡文 来自北京 今年29岁 一名影视编剧 你好文艺 同行 同行 要做一个编剧 那必然要对人有很敏感的认知和观察 慢慢的可能就会自己敏感一些 他很敏感 编剧是很细腻的 心理学也很懂的 之前的话 谈过三段 一开始我是很被动的 也比较慢热 有的时候 感觉自己会没有一些安全感 他有点哽咽 出现矛盾的话 对方不说话 这点其实我自己还不太可以接受 可能会爆炸之类的 现代社会好像大家安全感都很 你也很缺乏安全感 就是稍微有意义 首先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是不介意我有异性朋友的 因为男性的观点 可能和女性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自己在一些家庭也好 情感也好 还是工作上也好 遇到一些问题我都会沟通 其实我还是挺介意的 你介意啊 就是他第一分享日常的人 并不是我 而是他的朋友 对方 黏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哇 有毛毛 我好爱 我好喜欢 我好爱 那可能我就 不会经常去联络对方 我恋爱的时候 应该蛮黏人的吧 他是喜欢黏人的还是不喜欢黏人的 他自己喜欢黏人 他不喜欢黏人的 我相信两个人的爱情总会走向亲情 慢慢变成朋友 但我觉得我并不害怕和另一半变成朋友 我接受不了 还是先多了解一下吧 先看一下 我很期待和另一半一起牵手走到最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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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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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好 所以这样 我儿子是那个二伙嘉宾张和 他是个一名医生 说实话工作挺辛苦的 休息的时间真的不多 所以他想找一个时间上能宽裕一点的 这样的那个女孩子吧 我其实前几年的时候作息不太规律 就是会熬夜 但是现在已经非常的规律了 就是时间比较自由吗 是的 是的 喂 喂 孟菲老师好 我是5号男嘉宾曹泽宇 我想要公放问女嘉宾一个问题 好 5号的声音发自来 女嘉宾您好 在某一段时间里 我会沉浸在一个事情当中 比如说做视频之类的 当我沉浸在这种状态里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的见面 可能就会变得不是那么的频繁 所以想问一下 如果这样的相处状态 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们的这种工作性质 是有互通性的 我非常理解 我也可以接受 好的 可以 谢谢 然后两个月一过 突然想 我还有个女朋友呢 翻一翻她的电话号码 刚才女嘉宾的片子里边 有一个细节 好像是说到 你是有一个 还是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 对 是的 我有一两个很好的闺蜜 有男闺蜜也有女闺蜜 你会 我不知道男嘉宾们是不是在意 我有男闺蜜的这个事情 非常建议 以前有过这方面的伤害 4号 你跟男闺蜜的界限在哪里 问了 其实和男闺蜜和女闺蜜相处 肯定是有一些差别的 男闺蜜呢 因为她是男性 所以在我有一些工作上的困惑 或者说情感上的困惑的时候 她可以站在一个比较中立 或者说男性的角度 来去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说我和我的男朋友 如果吵架了 我觉得有一个男闺蜜在 也是另一种对情侣之间 恋爱关系很好的一种方式吧 但是如果这个男闺蜜影响到 你们双方的感情呢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如果男性普通的朋友介入了 我和我男朋友的感情 我是肯定不同意的 好 谢谢 这个我确实可能真的受不了 我好觉得像男闺蜜啊 其实男闺蜜根本不是那么重要的 我之前我有一个前任 就是因为男闺蜜 所以我有个 你们都是这样有受伤 有个体验你知道吧 5号 您如果男朋友有异性的闺蜜 您觉得你的容忍的极限在哪里呢 我希望我的男朋友不介意 我有男性的好朋友 就像如果男方有他的异性的好朋友 我也不会介意的 我也会大大方方地让他来和我的男性朋友一起认识 然后我也很希望和他的女性朋友能够一起认识 一起玩耍 我们在乎这些 因为我也有关系比较好的女闺蜜 就是这些相互的东西 谁都会有异性朋友 这个非常正常 天经地义的 对 但是怎么来区别一下 男闺蜜和女闺蜜区别于普通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 这个点在哪里 蜚言你要不要 可能就是我会跟他分享自己情感上的 比较私密的一些问题 但其他的男性朋友不会 金莎 我其实跟我们的三号女嘉宾很像 我自己认为男女之间还是有一些 就是很纯洁的友谊一定是存在的 我就很喜欢跟我真正的男闺蜜 我会去聊一些我感情的困扰 因为如果我跟我闺蜜聊的话 我特别容易就是因为 这两个女孩子之间聊天吧 就聊特别细腻的东西 她很容易把火窜上来的 就本来很生气 聊完更生气了 是这个状态 但是可能跟男孩子的聊天 她其实很快地给我一个结果论 会相对理智一点 也从男生的角度告诉我 男孩子是怎么想的 所以这个聊天的过程可以效率很高 我们也不会有一个界限感的 就是男闺蜜只是男闺蜜 绝对不含有半点暧昧 所以我觉得 应该希望大家能够准许这样的存在 我也不介意自己的男朋友有女闺蜜 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很开阔这些 是的 我也要统一金沙老师的意见 而且如果男性的朋友有一些女闺蜜的话 其实也代表她很受欢迎 对 对 淳叶好像有话说 就是因为我也有男闺蜜 然后我也丝毫不建议男方有女性的好朋友 我也觉得很支持 因为这很健康 对 但是我不太能接受情感的问题 我可以跟男异性或者是我的朋友分享 对 我不太觉得情感的事情 别的人能够特别给我一个比较 中肯的意见 对 尤其是和男朋友吵架嘛 我理解你这个角度 以我的经验来讲 我只是觉得人性未必那么经得住考验 我觉得可能有一方来说 我哪里就是当朋友 我绝对没有其他任何方面想象 但是至于她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没有人能确定 我同意 喂 喂 孟老师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张和 我想外放一下声音 好 二号的声音放一下 女嘉宾 你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张和 你好 我看到你的VCR里面提到了 你喜欢负责任的男孩子 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男生 也请你关注一下 然后对于男闺蜜的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男性跟女性是要分开来谈的 并且女性的男闺蜜也要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这个男闺蜜 她的性格是男性化一点的 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男闺蜜的性格是温柔一点的 说得挺委婉的 对 高情深 那么温柔一点的话呢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 可能就会更贴近您的性格 那么一起吐槽一下呀 一起讲讲心里话呀 可能会有一种抒发的情感 年轻人的话题啊 暂停不了 她不懂 然后呢 第二种情况我觉得是 你的男闺蜜是男性化一点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认为 没有必要去界定她是不是男闺蜜 反而我觉得她就是你的好朋友 我比较同意你的意见 而且我也很喜欢有自己的见解 并且我们的思想可以一起碰撞的男孩子 但这个我确实可能真的受不了 接受不了是吗 喂 喂 孟爷你好 我是四号男嘉宾陈志豪 可以帮我转接一下我的妈妈吗 四号妈妈 喂 妈妈 我想你帮我那个灭下灯吧 因为在以前的生活 或者是感情生活中 我都无法接受就是有男性朋友 所以说我想你帮我灭下灯 谢谢妈妈 好的 不好意思 三号女嘉宾 刚刚儿子说 他不能接受你那个男闺蜜的一个观点 所以说他叫我把灯灭掉 不好意思 好的 谢谢您 来 上去灭掉两个灯灯回来 激动人说到了 不好意思 我有点忘了 您的儿子是 儿子是什么 11 5号亲友团遭到了1万点暴击 我受到了1万点暴击 不是 我的儿子今年26岁 您的朋友 对 26岁 然后他在北京念的书 对对对 这样吧 看三个男生的基本资料 张和27岁 医生 卢强30岁 中科大再读博士 曹泽宇27岁 媒体从业者 有请2号 5号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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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3号 本嘉宾有百合网推荐 女嘉宾 你好 从2号开始 女嘉宾 你好 我叫张和 是一名医生 从您的介绍当中 我认为您是一个 非常独立的人 现代社会 所有的人 包括女性 一定是会越来越独立的 也需要有自己的事业 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那么对于异地的问题呢 我目前还没有想到 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当然 我不排除后续可能会有 所以说 希望我们 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好的尝试 5号 我想要说的是 其实我以前呢 一直觉得自己 特别像这个Sheldon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人类穷极一生 去寻找另外一个人类 共度一生 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是很难理解的 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足够有趣 无需他人陪伴 我曾经也是这样觉得 但我也总想 万一呢 万一有一个人 愿意和我去探索 这样的奇妙的世界 然后愿意和我一起分享 我的快乐 我的悲伤 我的躊躇满志 和我的壮志未愁 我希望这个人 有可能是你 谢谢 谢谢 女嘉宾 你好 我是卢强 你刚才提到 也比较喜欢旅游 而我的话 其实我自己梦想的未来 就是可以和我爱的人 一起去看星星 一起去看月亮 一起去看很多很多的风景 一起去追求 诗意的优雅的未来 你负责看风景 而我负责写诗 一起去看你 一起去看你 好赞啊 金老师 三现场 女嘉宾的亲友团 特别遗憾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 都没能来到现场 所以呢 特意请我的父亲 录制了一段VCR 孟贵老师好 各位男嘉宾 你们好 我是希希的父亲 由于工作原因 我和希希的妈妈 在此复服希希 能够通过相亲大会 找到自己的真爱 谢谢大家 金莎老师 你要履行一下 女嘉宾父亲的重托 其实真的特别难 我现在申请一个环节啊 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你可不可以跟每一个嘉宾 对视一下 我想看看你的表情 因为我需要知道你的信号 就是让她走到跟前 对视10秒钟 对对对对对 好 我来出去 你得找一个 你好的观察位置 你应该站在那个角度 哪个角度 两个男嘉宾中间 对 这个地方比较好 好啊 我先从3号开始吧 好 谢谢大家 我先从不得就是 我的名字 因为我看着 你觉得我 我开心 你屉忽然不得 你觉得我 你只没找到 你爸 你不能说 你不得 你不得 你 你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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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觉得可能选她 对 我其实觉得也会选她 我知道要留谁了 我还没知道要淘汰谁 不 按照规则来说 你先得建议她放几个 先放一个 这样子 我左边的这个男嘉宾呢 他其实就感情上面 有时候他会常常问我 这个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跟我怎么样 其实她还不是那么确定 她究竟喜欢哪一个女孩 稍微显得有点犹豫 所以呢我就觉得 如果心意比较明确的 我就把它暂时留在这个台上 我会觉得比较公平 她建议放弃5号 你同意吗 我 我觉得 三号 三号男嘉宾 因为她是最先爆灯的 我很感谢 但是职业或者之类的 我很担心我们的一些问题 所以 所以 对 到第三号 港荣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荣蒸蛋糕 提问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男生 如果我们相互交往过程中 在某一天 你们给我发了几条信息 但是我24小时没有回复 你们除了打电话之外 会怎么办 我认为24小时消失的事情 都是应该要报备的事情 如果没有报备 那可能是出现了某种意外 比如说飞机延误晚点 或者是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 那这样的情况下 第一我会首先先联系跟你同行的人 然后你的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如果这些都联系不到 那我只能联系父母 如果联系父母也联系不到 那我只能请就110 因为24小时应该也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了 其实对我来讲 我就是那个可能12个小时 没看见你信息有可能不回的人 所以推几级人骂你 然后他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还是要确认你没有出事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感情没有发生变故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你可以失联这么长一段时间 但是之后你要向我解释 而且这个理由呢 我要满意 好的 我知道了 他绝对悬了 真的 你觉得他们俩的答案当中 你要是女生 你会相对比较喜欢哪个答案 我比较喜欢这个答案 对吧 是吧 是的 千盒好酱油 真爱林添佳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2号还是5号 2号还是5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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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群马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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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3号 太好了 太好了 太英秀了 太好了 太英秀了 太好了 太英秀了 祝福了你们啊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嘉宾进入 阿道夫相爱空间站